所以你们现在 我不晓得是不是 就因为农夫的季节 就是农季的不同 有不同的蔬菜 都在台北卖 现在大概已经经过 整年度的周期 加上以前在清修院 就这样子做助农的活动 所以真的可以排出来 比农委会还省 就是几月份 大概就是什么时候季节 然后农产大概多久 好像比如说 4月份到10月份 南瓜一直是如此 不是 夏天只要有个瓜字 苦瓜 苦瓜 丝瓜都一样 所以我自己在台北 看到台北的市场价钱 还是比较高 所以这中间 只要有任何的人 愿意帮忙 台北人可以买到 品质又好 又便宜的蔬菜 所以两边把这一边 变成一个吃饭部队 把这边变成一个 帮助台北人的农民 两边架构起来 变成一个好人运动 我觉得成熟了 所以你现在的量 大概每次 不管怎么样 都可以销完 没有 我还是觉得 我们的力量不够 还是不够 不过这个模式 已经慢慢被建立了 这个不够的原因 并不在于花莲的价钱 不能够抬起 其实像这一次 我们在卖南瓜跟不瓦的时候 屏东的燕巢 有一个不认识的人 就发了一封信告诉我 说 黄大哥你要帮忙 燕巢的芭蜜吗 当我知道这件事情 我们大概隔了一个拜 到了燕巢 去看燕巢的芭蜜价钱 大概一公斤是在七块钱左右 这么便宜 台北哪有这么便宜 对 就是连当地产地 照理说零售价 一颗很便宜都是十块钱 可是因为它品质非常好 品质非常好 所以当它一斤或一公斤 到十块钱以下的时候 农民是血本无归的 我那个时候 其实有很大的感触 我如果早两个礼拜 知道这件事情 我就已经在台北的街头启动 而且可以卖得很好 对不对 对 对农民会有非常实质的帮助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个 好人运动的VCR 这个人拿一袋 那个人也拿一袋 手上已经有行李了 手边还要拿一袋 里面装的南瓜 是哪里在办赠送南瓜的活动吗 不是不是 受到苏花中断的影响 菜农为了将蔬菜运往台北 必须要多花一倍的时间跟油钱 有学生就将南瓜一袋一袋分装好 发起一人一菜上火车的活动 帮助农民将蔬菜带去台北 台北价格可以比较低 然后让我们花莲的农民 和新古彩做的这些农作物 也可以卖得出去 这项有意义的活动 吸引了许多民众参与 还有人主动上前询问 这个是那个吗 对对对 我帮我们带一半 好谢谢 甚至连外国人都来帮忙 这个日本人一口气就说要拿两袋 这么小的 真的吗 可以多拿几袋 几乎每一位乘客都人手一袋 农民都觉得好拨心 因为有这些热心的民众 将他们的希望带上台北 也让人看到台湾人 可爱又善良的一面 哇你可以看到这个一人一菜 从花莲就拎上来到台北了 所以我想问一下 您是发起一人一菜吗 对不对 你可以谈一下 让你感动的是什么 就因为当时天气的问题 然后树花公路就断了 所以没有办法用货运把菜送到台北 所以我们就想出来用一人一菜坐火车 就是请游客提了一袋一袋的菜送上台北的台北车站 然后那边有志工在那边接菜这样 然后就有很多志工就 还有游客就很热心的就说好我帮你提一袋一袋这样 然后有一次就有一个男生他就说好我帮你提 可是他没有座位 他就提了五六代提在他的手上 然后就这样提上坐火车 然后我就说你可以吗 然后他就说我可以 然后我就说哇你好厉害喔这样 所以你们是一人一菜是卖给他们 没有就请他帮我们拿到台北火车站 然后呢 然后在台北卖 所以他们就是基本上就是帮忙你们去拿到台北来卖 因为没有车子 这会我很感动 这居然有这么多好心人愿意帮你们提 后来你们都分完了 全部人帮你们免费运到台北 那个真的是弄了五天 弄了五天 那个是匪夷所思 是 第一个是吃铁路局的豆腐 这一些这样 大概一公顿多的车子的南瓜 比如说他一天之内 零零星星的就这样拿到台北 不是啊 是一车就好多人拿你知道吗 所以那个火车的那个货家上 都会看到南瓜 然后那个五六个 一次拿五六个那个年轻人 其实很有意思 我后来在台北车站接他们的时候 他们是去把 去跟那个铁路局的员工商量 在火车上的那个便当 卖剩下的纸盒子 拿来装那个 然后里面有一群人 是那个阿兵哥 台北或者是台中不认识的人 他们在花莲当阿兵哥放假 然后那个阿兵哥不晓得 为什么就很支持这样 下火车的事其实是用扛的 就帮别人的 也把他扛过来 然后我们 因为台北火车站好多个出口 所以就在台北火车站 放那个菜篮子 那早先的时候 那个火车站 其实搞不清楚 哪里冒出来 菜篮子在哪里 然后到花莲这边 已经告诉他们 然后台北的记者 又告诉台北的 这个车站 已经记者堵在那里了 所以整个铁路局 变成非常的支持 那个出来的时候 大家就往那个篮子里面丢菜 这个事情让我很感慨 就是说 其实是做得到的 如果说 我们社会要运作起来 我们非力组织 是能够解决一些问题 然后也可以示范给政府看 这个时候政府 所做的反应就会有用 比如说原来铁路可以这样做 或者说原来花莲到苏澳 也可以有一段坐船 然后大概才不过是两个小时 就从和平港就到了 苏澳港了 这个又衔接到高速公路 又可以进行 所以这个事情 其实给了很多政府 很多的反省 特别的是这些年轻人 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其实没有控诉 既没有去抱怨政府 也没有告诉别人说 我多了不起 我在做个帮助农民的事情 这个事情很简单 只换成一个说 你要去台北 帮我拿个菜好吗 然后对方也是很快地就判断 我要帮忙还是不要帮忙 然后就竟然就促成了这个运动 就这样成功了 所以办了五天 然后把所有的菜都运到台北 而且是这样零零星星的 零零星星的到 那个成本真的很高 车子还要放到 铁路局的停车场 要付那个停车费 然后大家再进去 把这个菜扛出来 扛出来其实 这些都是这样走的流程 公民团体本来就在倡议这件事情 其实困难的是台北也在下大雨 台北在下大雨 这些南瓜到了台北 到底哪里去 对啊 你们后来怎么卖 这也是一个问题 其实两种 第一个是我自己很感动 大家竟然那么多的人做义工 所以那批菜很有意思 它其实不是卖掉 它是送给台北的吃饭部队 老实讲就是有些比较困难的人 或者是帮助过这个运动 我们就把这片南瓜全部都送掉 所以你们是送出去 不过我有一个很想问 就是说那种的农民 它就等于是损失了 没有没有 还是你们 全部都是买下来的 你们买下来 对 其实没有那么了不起 因为当农产在现场生产过剩的时候 经常都是一公斤低于五块钱左右 所以我常常在想 我们台湾人在一起 吃槟榔就分人家一颗 你也吃一颗 或者抽烟 也自然而然的拿出来 你也来一根 或者保利达也是大家一起来喝 想一想那个不话或那个南瓜 差不多就是那一根烟的价钱 所以我们自己像爸子一样 就是不管叫人家买姜买柚子 买到一段时间都想 我怎么能谢谢人家呢 我其实真的很想谢他们 谢他们想来想去 还有东西最便宜 就买一个不话吧 或买一个南瓜 又帮忙农民 又谢谢人家 所以一部分是这样子送掉 南瓜上来的时候是这样 其实同时有一批新加坡的志工 到台湾来做义工 他们就看到我们在帮助农民 我跟他讲说 你这样要做的事情 是你在新加坡都没有做过 我们是要让人家没有买车票 然后要把菜拿上火车站 然后又在火车站门口 把人家菜接起来 这个可能有犯法 你愿意吗 第二个 我们在街上卖的时候 警察是会赶的 新加坡人会不会在街上卖菜呢 结果后来将近十几个义工 还是将近二十个义工 他们是真的在台北的街头 就这样卖南瓜 跟帮忙卖姜 所以这整个产生了 很奇特的国际的经验 所以后来新加坡跟香港的媒体 其实来采访 他们看到了就是 年轻人用一种他们自己的方法 在帮助农民 而这个帮助农民的过程 却创造了很多好人 不过我很想问荣敦 因为确实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你也看到我们好像是所谓的地下竞技 因为你在帮助这样子 非政府的 对 非政府的用自己的一个方法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说 还可以怎么样去刺激 然后变成是一个更好 而且更有效率的 现在气候异常出现的情况真是有意思 一个是它该守的时候不守 甚至它往后延守 整体来讲所有的产量在降低 可是价格却也在降低 这不合理的 当全部的产量在降低的时候 照理说它的价格应该是要上涨 可是因为气候异常的关系 冬天变得比较长 又加上下雨 所以它产期变成集中在一起 集中在一起的时候 同一个东西 你加熟 我加熟 就是过多 你的活化出来就变成过多 全年度来讲明明是降低 可是同时产出的时候 那个时候变成过多 价钱就暴跌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产销 好像不足以应付这种 明明粮食在减产 我们的社会必须要 更有效率的运作的办法 这种更有效率运作办法 已经不是纯粹的政府 或者是企业的这种 原来的产销公司能够处理的 可是像你们这样 也都是小量 所以我在说 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你有没有想过 我觉得不会是小量 比如说花莲对台北 两边对得好 它不会是小量 在接下来 如果宜兰的人起而仿效 它会再处理一部分 接下来就像我在讲 烟巢的人 他其实已经一直在那里等了 还有当冬天的柳丁 我们就很想 就是买六部机器 一部六万块 只要六个企业 赞助六部机器 就相对给它六万块钱的柳丁 到时候在柳丁季节的时候 就像它机器人一样 到处去旅行 它只要旅行几个地方 全国国民的幸福 其实是增加 是 你的idea非常好 我们再来看一个影片 到底他们怎么做好人 想像主不敢 我管找人 敢聚浪旁 敢我来找公人 我不是头脑空空 我不是这只米汤 人啊人 这世代 要不然是这只米汤 我不是这只米汤 没有人 那只米汤 我不是这米汤 有我的梦 有我的梦 梦中的一列世界 梦中的一列世界 它是这种梦 我担过的路 只有希望 希望你我鼓劫的位 旁在身旁來總情感 旁邊緣地轉緊了 買三五冠洋 環境來起人 過去孤高兵天才不夠冷 大行是龍蘇蘭 只好看我這棋花 不走路不走 不走 走 不走 走 想像一臉 面對我的夢 敢玩來追光人 我不是頭腦空空 我不是真正味湯 我不是頭腦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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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我的路 有我的夢 夢中的現在世界 江湖一生一年空 我聽過的路 是有希望 希望你有高典的位 夢中心看來總有一天 我不是頭腦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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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測試 我不是頭腦空空空 我不是頭腦空空空 你们刚刚看到的 这青少年实在是太厉害了 那花莲青少年公益组织 也真的在台湾发起了 很多的青少年 投入这样的一个公益行动 而且是发自内心的 不过荣敦我想问你 因为你是这个的负责人 你有没有想过说 你发起这样的东西 是用非常的青少年的 一个热忱来做 可是你有没有企图 希望政府能够被影响 或者是即便台行李 铁路局能不能被影响 你有没有想过说 你企图做些什么 其实我们做非尼组织 像我跟季姐是老战友 我们经常在补政府的不足 可是补政府的不足 不是我们非尼组织的宿命 不是 政府该进步 就像企业应该进步一样 这里都曝露出来 政府其实是严重的不足 所以希望政府在看到 我们的这种身体 力行的这种动作之后 很快会懂得反省 像我们这一趟 从花莲坐火车过来 一路看到灾情这么严重 心里面真的是很难过 我们还在呼吁大家说 来台行李吧 不要你自己顾着去玩 可是想回头 不是政府带着大家 只是去玩吗 我们的景气这么样不够 当我们在讲说 我们的幸福应该要更高的时候 可是我们在实质改善 让大家幸福的动作 或者设备 或者这些产业 其实是不足的 所以你这一次的灾区 你有没有想要做些什么行动 因为我们自己本来是在台行李 可是这样子一路看到 我们本来想给大家看到 火车站不方便 可是这些火车站 其实至少有两个站 已经是被冲下去 很快的它把铁轨恢复 让车子可以动 可是车站还是很脏 所以我想就像我们平常 在花莲坐义工 本来只是让大家到花莲 去亲近农民 然后去坐义工 可是去坐义工 不小心就碰到台风 所以好几年来 我们都大家一起互相合作 呼吁大家在台风来临的时候 就到花莲到灾区去做义工 其实从巴马水灾 淘滋台风 甚至九一大地震以来 这个风气已经形成 那么更重要的是 现在花莲又受灾了 就像台湾其他受灾 请大家行动吧 是 请大家一起来行动 我希望花莲工艺组织 能够给你更多的感动 谢谢你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